結果在測溫庭裏面 又是8比2、9比1 就是連T100的Fans 打電話上去 聽完電話 那是誰做的? 黎廣德和誰做的? 黎廣德 10個 那有兩個主持的 其他那些忘記了 搞兩錯 10個 電話 全部都是反對接受委任 等等 李小姐有沒有打他? 我不知道 我很久沒聽 但是我有一陣子 經常聽來來去去一定有李小姐 有個李小姐 沒有女人來的 總之都是 全部都是反對 我還有一個要點 要鄭經雄 他又出來嗎? 剛剛5點半 左右大局 打了上去 剛剛5點半 左右大局 打了上去 這樣就說 你們不用聽那些民意 民意是KOL帶出來的 泛民這次不留任 就什麼都不要做了 在那裡發瘋狂發沛氣 他又說 你們不用聽那些民意 民意是KOL帶出來的 泛民這次不留任 就什麼都不要做了 在那裡發瘋狂發沛氣 OK 鄭經雄 這次你勾了 他不是這次的 喂 大阪 一直都很尊重你 嗯 我這次 哎 你老人家 我懶得你老母 第一 你竟然就可以是不聽民意 說不用你民意 那你說什麼民主派 第二 我就說道德高地 今天你可以放棄原則 加入一個人大委任的議會 肯定了人大 是高過一國兩制 高過基本法 你以後 你還要叫人反831 那個政改方案 反對政府委任 說你沒有了道德高地 既然當初那些原則派 為什麼不投曾俊華 都要投8票 這個如果反對派 一個極權之後 被打壓的反對派 自己放棄道德高地 那怎麼樣呢 還有 現在譬如劉世良 嬌仔 王世宅 就算好像世良 世宅那樣 他們都比較 世宅之前都是prefer留的 都是prefer 就是 留在那裡 就是接受這個委任的 但是世良都會說 我個人見解不重要 你最少要公投 進去你要做事 做不到事是你自己損失 世良都會說這些 我們大班 可以說 不理會你的民意 還有KOL帶風向 蕭山帶到風向 其實我告訴你 不用什麼KOL出現 不是什麼人帶風向 這個就是民意 是你們落後於形勢 你自己不理民意 你發爛爛發晦氣 鄭金康 你議會 你都做過一屆 說真的 你除了搞平安通之外 你搞了什麼事出來 是鄭金康 你好 我已經不敢聽這些節目了 你勾了 大班 我一看這些題 我就不敢知道 因為我真的理解不到 你不尊重人民意見 你沒有資格到民主派 你一副清袋啊 我希望你一時上頭 發晦氣 不不不不 我不會說 說你這麼混蛋 李智尚 鄭金康 垃圾 李智尚我是明白 發晦氣 我是明白 他們經常想要寸土必爭 但事實上 那些東西都回答你了 喂 什麼叫做 現在我們已經回答你的東西之後 給了你 怕了 李智尺是金康大班 你能不能回答老蕭的 不 我們已經回答你的東西之後 怕了你們了 那就去投票玩民調 公投民調 為什麼不用聽民意 還有 我倒到現在不明白大班 由2016到2012年 為什麼一定要這一班人呢 還有 你當日 梁天琦人 一伏一伏 這樣 串交梁天琦 這個就是人渣 鄭金康是人渣 就算他為民主出了很多力 他是埋真人權的鋪胎針 是一個會乃建制派的人 就是鄭金康 他是民主人渣 還有 當日你這樣搞梁天琦 我也算 是 今天 哦 不接受這個中共委任 就什麼都不要做 這個什麼 連建制派 什麼邏輯來的 都來過這種說話 不接受中共委任 就什麼都不要做 我只是經過 什麼邏輯呢 我告訴你 我很希望真心 你一次發晦氣 他發什麼晦氣呢 就是 喂 有什麼發晦氣 五日有什麼大不了 不接受委任 然後你叫民主派不如什麼都不要做事 然後還說不用管民意 一個民主派的KOL象徵 說不用管民意 你神經病 連阿嬌仔 都說最好要搞這個工頭 就是大班 你加拿大 試藍師 真的太多了嗎 有什麼分別 就是這次跟藍師的思維 大班 不要了 沒有時間 垃圾啊 你是 其實呢 他們個個都是講這些 你大班 當日揭穿梁天琦 欺負本土派 以為自己大堂 你勾了 鄭金翰 知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你除了不可以與時並進 在關鍵時候 你的言論 就出賣香港人 蕭先生說民主黨三次出賣香港人 鄭金翰都有兩次 第一次 第一次 就上次楊岳條梁天琦的暴選 你踩到梁天琦多厲害 然後梁天琦 是比你偉大十倍 第二次就是今次 竟然就說不用理民意 如果今次不接受委任 就什麼都不能做 鄭金翰 如果民主黨是三次出賣民主 鄭金翰多兩次 他說不接受委任什麼都不好做 是啊 那就好啊 他們什麼都不好做就完蛋了 那就行了 收皮 鄭金翰 你立馬殺 你議會過幾年 你做過什麼 你做多些什麼成績 議會抗爭 你說一下你自己 在當年這樣放鬆一點的範圍之下 你都做不了事情 學人趕的 立馬殺 鄭金翰 不是 不論之所謂 我們爭取民主的人 我真的很冷靜 很簡單 去到這種打架的場合 投票 民調 不是 就是 投票民調 你不敢 為什麼民主黨不敢 為什麼 你不明白 大班說平時是假裝嗎 不要說假裝 他批評民主黨不會被我們弱 是啊 但關鍵是 為什麼一定要 譬如說 2016年 你的補選 譬如上次補選 你們這次投票楊岳橋 下次你慢慢投票 就算你投票楊岳橋 都沒有問題 因為西哥 哎呀 他贏一倍一百 我倒十萬 不要緊 他真的贏我 結果 I told you so 早就說了 不過你那些人 我們自己不敢聽的 搞到我過去一年 我都很忍耐 為了忍耐了修士 為了慢慢 你那幫 吵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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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 應該說回我們心裏的說話 第二 我們都會留下口 為什麽呢 始終第一 大家和路人 哎 為什麽 阿康政你會吵架 吵架這麼久 激氣 很簡單 剛剛發生的事 不夠半小時 一激氣 吵架自然罪 就有吵架 老實說 自然反應來的 他們這些人已經是瘋了 不需要看吵架 我是大班粉絲 我喜歡聽大班說 我也是 我還有D100的會員 但是 一聽到 就自然很激動 激動就吵架 垃圾 就是不用你吵架 你爆不爆 大小聲 心態不要緊 總之 那一刻我想吵架 就吵架 就是這樣 I told you so 一早就說了 不過那些人那時候不聽 搞得我過去一年 我都 真是很忍耐 向緣 為了個修士 為了慢慢peace 你那幫 吵架架 吵架 激進度都低吵架 吵架 第一 應該說回我們心裏面的說話 第二 他們心裏面就大了 我們都會留下口 為甚麼呢 始終第一 大家不露人 為甚麼 沒有啊 阿匡正你會吵架 大班吵架那麼久 激氣 很簡單 剛剛發生的事 不夠半個鐘 一激氣 一激氣就自然罪 不是 老實說 自然反應來的 不是啊 他們這些人已經是瘋了 就是不需要看 有甚麼 我是大班粉絲 我喜歡聽大班訴訟 我也是 我還有D100的會員 我也是 我連連有給 但是 一聽到 自然很激動 激動你就吵架了